人生不磊189 我愛的人不愛我 大家好 歡迎收看厭世甜點店 我是Nanako 像Nanako這樣的甜點師呢 跟喜歡烘焙和料理的觀眾朋友們 一定都夢想的 有一台非常棒的烤箱 那你知道買的烤箱如果太小 費時費力 有時候烤個餅乾 太小 一直筋一直出 烤不到幾片 如果你想要大一點很專業 你又沒有那個瓶束 又沒有那個空間 放一台內籤式的烤箱 那有沒有一款烤箱呢 可以滿足兩邊的需求 聽說我們的乾爹Kitchener的 最近有一台烤箱要上市 到底可不可以滿足Nanako 對烘焙的需求 還有希望透過烘焙達到一些 其他的需求是什麼 後面應該比較難 後面應該比較難 後面這個可能要 生婚社 預貨男的 我們等一下出一些課題 來實際測試我們的乾爹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現實 如果真的不好 我覺得 之後可能就沒有第二次機會 開箱了 好 我們即將開箱這一台 全新上市的烤箱 這台就是Kitchener的28公升 雙旋風多工檔 桌上請全自動烤箱 我是希望說他可以幫他取個名字 給我們的乾爹一點idea 這麼大這麼黑 金庸媽比 金庸媽比 我讓他叫大黑棒 哈哈哈哈 大黑 大黑色然後又很棒 大黑棒 我覺得可以 之後就簡稱他這樣 好 那我們就是會出事到烤題呢 真的測的事情有沒有乾爹 出事到烤題之前 Narako順便分享 你可以做一些事前的保養是什麼 可以延長他使用的壽命 就是Narako第一件事情 會把裡面的這些東西都先測出來 就是他有一些 像這個下面這個是 集屑盤 然後我們看到它最終是 230度左右 我們就按開始 烤箱買來的時候啊 裡面有一些殘留的物質 我們透過高溫空烤 把它就是排除 那我的烤箱呢 它真的是會冒出一些白煙 那就屬於正常的現象 大概空烤8到10分鐘 第二個保養呢 就是像啊 他們一定會附這種烤盤 我們就稍微用水洗過擦乾之後 上面塗一層油 薄薄的一層就好了 附得像這種這種 你就是直接 塗上一層油 然後直接就是讓它送進去裡面 烤 設定160度烤個5分鐘 它是旋鈕式的喔 就是 5分鐘 這樣子那個烤盤 比較不容易生鏽啦 可以延長一些使用的時間 剛出廠的這些烹飪用具啊 鐵鍋啊 烤箱啊 其實它都會有一些雞油味 為了消除這些異味呢 一個非常快速的方法 就是用這個檸檬 不管有沒有炸汁都沒關係 大概也是150左右 我們烤個10分鐘 經過以上這個三個步驟 我們大概呢 可以確保我們的烤箱 有些東西已經排除了 就可以直接正式來使用 那剛剛男男朋友說 我要給它四道課題 大家還記得嗎 第一個課題就是 聘金 第一道課題呢 為它準備的就是 我們的烤吐司 一般的麵包機 你在烤的時候 上色的程度 你是不是要一起去看 不夠加 我想再吃碎點 就再加時間 這一台全自動烤箱 它有對於烤吐司的 預設功能 我就不信了 我們就來先看看它這個功能 其實除了烤吐司 它還有12種預設的功能 那按下去它會這邊有說 你想要它上色的程度 有從1開始到最多8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 1是奶油小生嘛 就是像這樣白白白啦 沒有什麼 就是想要吃白吐司 那8一定是什麼 海邊衝浪 那我們就來測試5好了 調到5之外 先設定兩片好了 我們就來看 好的時間快到了 我們來看看 它上色的程度怎麼樣 有沒有達到我們想要的 5號選手 酥脆可口 好餓喔 已經脆了 不會想吃 有肉鬆嗎 有 好 謝謝5號選手 多多接下來想吃什麼的 打野球足球 衝浪 黑 黑到爆 運動黑 上色程度我們就是選到 8 2 開烤開烤 好吃嗎 好準耶 這個我會吃的比別人 我們真的可以賣早餐了 果然5跟8就是有差很多 我要8 所以8兩片 觀眾朋友 5跟8確實落差蠻大的 有運動 所以我們測試出來 8其實就像這樣 一定是非常點扣扣 另外呢 除了它的預設 這個烤吐司機 它有另外十幾種的 預設功能 像烤Bago 還有這個 複熱啊 然後其實最後一個 我覺得最猛的 就是發酵 你知道冬天我們如果要 拓麵包 肉桂捲這些東西 需要發酵的 其實是非常的苦惱 如果你沒有專業的 濕度溫度發酵的那種箱子 那這台烤箱呢 它是目前市面上 可以做到最低溫 就是26度 酵母在40度的時候 它的發酵程度 會被受抑制 所以你也不可以 讓它的空間超過40度 26度已經算是 它可以達到最低的溫度 可以保證你的酵母 可以完整的發酵 我覺得真的是 蠻厲害 因為可以在我們冬天做麵包的時候 給我們一個很好發酵的環境 好 接下來更嚴酷的第二道烤題 那那個我送為一個甜點是 我在用烤箱 我最恨的一個點 烘焙一些餅乾的時候 因為烤箱受熱不均勻 烤出來的餅乾承受的不一樣 這邊比較熟 這邊比較不熟 那這一台烤箱呢 標榜的雙旋風 我們就來實際測試 它烤出來的餅乾 會不會有前後 承受不一樣的這個狀況呢 聽起來蠻嚴苛 蠻嚴苛 今天準備的是燕麥葡萄餅乾的食譜 一般呢 在我的烤箱裡面 大概180度要烘烤 大概15分鐘 那今天這台烤箱標榜 它也可以因為對人旺盛減少你烘烤的時間 大概15到20% 所以先10分鐘開始烤 那我們設定180度呢 10分鐘之後 我們按下開始鈕 它會出現 預熱的字樣 如果你要到220度以上的高溫 只要3分多鐘 其實蠻快的 我們那種營業用內千式的烤箱 大概要15分鐘 比江建盛成奇的時刻 我剛剛就說了 我只給它10分鐘 因為我從它烤吐司的狀況 我就覺得它火力有點強 我不敢給它太久 好 陣陣香味 你看 只烤10分鐘 哇 欸真的欸 前後其實落差沒有很大欸 而且 它就已經達到我們 用一般烤箱 用我的烤箱 大概15分鐘的狀況 就是 直接上色 直接上色 而且你看 沒有很明顯的色差 就像那種烤箱用久了 我們每次烤塔皮 都要再 轉方向 手動卻 手動卻 好 我們第二個烤皮呢 成功的釋出了它兩個特色 第一個就是它沒有受熱不均勻的現象 第二個就是它確實明顯的 縮短了烘烤的時間 那一匹餅乾你看大概10片 三成就30片 夠你吃一個月 一天吃一片啊 好像有點少 第三題呢 就是我們的願望 就是可以用烤箱做出法式甜點 有一個法式甜點呢 簡單 然後又可以測出這個烤箱的功能性 它可不可以做出 精緻 有名 美味的 馬德臉呢 Nanaco這一道馬德臉呢 設定的溫度是 190度烤15分鐘 我們先用10分鐘看看就好了 我好怕它馬上就熟了 預熱完了我們就放進去 10分鐘馬上開始烘烤 怎麼辦 才過了不到4分鐘 我等一下一定要提早把它弄出來 有點危險啦 不行 我要提早結束這一part了 太恐怖了 我從頭到尾就第一次用 而且我沒有拿它來烤過馬德臉 沒有拿它烤過餅乾 天啊爆漿了 這個就是多多甜的太多 但是也沒關係 我們就不要再加烤了 我們就烤10分鐘 足足省了5分鐘的時間 天啊 哇 哇 哇 這個 這是貝殼 這個就是法式點心 而且橙色很漂亮啊 大家如果想要學這個馬德臉呢 請在下面敲完好嗎 呵呵呵呵 我們哲其膠這個 哇 哇 哇 好像烤地瓜喔 噢很瞄熟喔 完全 嗯 爆煙 爆煙欸爆煙 哇 火爆三角 喔 西方雞蛋糕 法式的 好那這一集過嗎 過過 剩5分鐘 你可以多烤10幾匹欸 那老闆會再教你做事啊 算了還是不要烤那麼多 呵呵呵呵 第四道烤題 就是大家在料理肉類的時候 才能要遇到的 不管是生的烤雞或者是買回來 你想要重新加熱的烤雞 你真的不知道裡面的肉到底有沒有熱 一扒開裡面是冷的 哇那個真的是新的涼氣 目前 不是牽入式烤箱 只有它做到這個功能 就是 探真 溫度探真 冷到沒辦法探冷的烤雞 我覺得這一道等一下出來 一定是目前夜市井裡面做出來 最多人吃的東西 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 這邊有個神秘的蓋子 把它打開 那我們把它 弄進去 然後這個針就是 找那個雞肉 溫度探真的功能 點進去 它會讓你先設定烤雞外面 就是大環境要幾度 大概烤雞就是170到180都可以 然後它接下來會讓你設定 你探真要測到幾度 裡面的肉 然後 拿到口喜歡吃 熱熱的肉 熱熱的肉 好 那我覺得70度應該就是 大家可以 享受到那個手扒雞的那個熱感 欸 各位我們這邊有手扒雞的手套嗎 是不是已經聞到一點肉香 也太快了 哈哈哈哈 太餓了啦 這台心好難忍呢 它的下面 它的儀表板 會在你的目標溫度跟實際溫度上面跳 會在你的目標溫度跟實際溫度上面跳 讓你知道它現在已經66 263 它就慢慢讓你知道它已經快到了 現在已經69 269喔 我最愛的數字 深夜11點 我們要吃新好男人的雞 的烤雞 哇 哇 你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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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煙太浮落 但是要在大煙的時候 70度 70度 就是我剛剛講的 膠炎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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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今天這四道烤庭呢 我們這一台 多功能 全自動多上興烤箱 都完美的一一達成好不好 就跟我們想要的另外一半一樣 又大又快又穩 又有安全感 根本就是廚房的造神 有求必應 非常用心的開箱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現在大家又肚子餓了 夜色甜甜甜 每個禮拜四更新 如果想要看更多烘焙的開箱好物 別忘了追蹤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掰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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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皮很脆 肉甜了都沒那麼期待 趕快 快點 我喜歡吃雞翅 你看 你看 雞皮 雞皮一定很好吃 他現在雞皮超好吃的 吃得好脆喔 有沒有胡椒鹽 阿馬德臉沒人要吃喔 你不然會吃到什麼馬德臉嗎 馬塞臉啊 馬德臉 馬 微波裡面不會 不會 等一下 沒關係 沒關係 快點 好好好